就是要往地下街繞過去 大批旅客急著走向小小的地下街連通道 就怕行程會被耽擱 一早大雨襲來 台北車站被門往集結連通道 現場大淹水 旅客搭機得改道 繞一大圈 也十幾公公 二十公公 我們六點 六點半就開始 開始整整到現在 很不方便 零十零一下這麼大 不知道會淹水 所以就還是會 那個時間跟心情都還是會受到影響 商班族也較苦 清潔人員緊急出動 清潔車掃把 還有刮水器材 除掉積水 開放一個通道通行 是一個即降雨的短暫現象 或是有阻塞的現象 我想說各個簽署單位 就會再去檢查一下 士林北投區 市域量最高會達到48.5毫米 在一面中心急客的 強化三級開設 另一邊汽車開過 好像經過小湖泊 水位達到半個輪胎高 還有機車族 一個個涉水汽車 排氣管都快進水 新北大道四段 還有新北大道A5泰山陣前 三個車道全都淹水 突如其來的大雨前 中央氣象局長 正名店一早就在臉書發文指出 台灣北部一團尖尖的雲 蓋住台灣北端 是煙囪雲形的中尺度 對流系統 還有雷達回波圖 也秀出雲形整個發白 還帶著黑色代表對流非常旺盛 未來在下個禮拜之前 可能都還是會有這種短延時的強壯會發生 請大家特別注意 尤其在封面在影響的過程當中 截至早上十一點 氣象鼠神隊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園等 九個縣市發布大雨特爆 而台北市從凌晨開始 雷積雨量達到88毫米 全台最多 新北也有87毫米 還有基隆76毫米 以及宜蘭59毫米 雨勢為例 不容小覷 借姚立場玩一聽 台北報導